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著名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好的 欢迎继续回到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今天呢 邀请到来自广东省连江市的小关 来跟大家分享 那小关很优秀 有克服了文化的差异 然后走出家庭工作 简直是非常辛苦 他现在是做长照2.0的工作 那其实服务项目也很多元嘛 包括了什么身体照顾啊 日常生活的照顾啊 家事服务啊 喘息服务 然后协助申请长照服务等等等等 我觉得你的抗压性真的要非常够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从刚才一直一直聊到现在 那今天呢 也请他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小关 小关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另外还有Iris今天的搭档 来自俄罗斯的OGA OGA你好 大家好 好 那想先请问小关 就是你来台湾这么久 二十几年 那你有没有接触过哪一些新住民协会 或者是政府有开设的一些 新住民的一些相关的课程 我们有广东协会 广东协会 所以就过敏思议就是只有广东来的朋友 对 只有广东的 来可以参加 只有来 只有就是只有广东的朋友 对 然后你们是要 要艳名正式 证明你是从广东来的朋友 对 他们都要有正式是广东人 真的是正式是广东人 只有其他县市都不可以加入 其他县市都不可以加入 你的县市 东北就是东北的 东北的 对 我们是广东就是要广东的 广东就是广东的协会这样子 对对对 那请问是这协会 广东协会在这来干嘛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是朋友啊 就是同乡啊 大家祭餐啊 分享姐妹的苦水 对啊 像是 苦水对不对 就是一个抒发心情的一个地方嘛 对 你们会就是定期都发讯 我们今天有哪里有聚会 有机会 对对 我们都会不定时的聚会 不定时的聚会 然后大家就是交流一下 那个甘苦谈是不是 对对 来来台湾的生活啊 然后讲一下老公的坏话 还是说哪边好吃好玩 大家互相分享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透过这协会 也是有认识很多朋友这样子吗 对认识很多朋友 同样是来自同乡的 对来自同乡的 然后会各有话聊这样子吗 对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讲一样的话 都讲一样的话 对对啊 那你们会讲家乡话吗 对啊 对对对 会不会在协会里面就是 大家讲开始就开始用广东话 可以跟我们在我们都会讲广东话 都讲广东话 大家讲广东话 大家讲广东话 广东言大家讲广东话 哦那你会觉得 很喜欢参加协会 就是都觉得都是家乡的朋友 对 哦真的哦 自然而然就讲起家乡话 因为我们在这里都很少讲广东话 就是去协会里面 我们都会 就开始大聊客聊这样子 对都是讲自己家乡话就比较好 你现在只带我去啊 我很好吃 对对 真的耶 我觉得欧嘎很喜欢热系人 对啊欧嘎很好啊 对啊 我也是问朋友认识欧嘎的 朋友认识 然后然后认识欧嘎 然后欧嘎就开始 而且我觉得你应该语言天分很强吧 然后就学了广东话来 对就是我很好奇要听一下 对啊 这到底是什么话 下次来下次来 你就用广东话来跟我讲 然后我就放我听不懂 好好好 对不对 然后所以就是透过协会 你可以也是认识家乡的朋友 就是觉得 就更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孤单 至少有同乡人嘛 对不对 对 那这样子欧嘎你有什么话想要问小官 要问一下你有什么故事跟工作还是一样啊 是跟工作的关系 是你有什么故事 所以等到你的心 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天有去工作 然后这个人啊就是当你的像你的经纪一样啊 是你的阿伯 国公 还是你的女儿 二子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去那边就是很觉得是这个是你的 就是你感人的故事 我就想说 对对对 近期有一段吧 就是现在我每天也在服务他啦 就是一天去两个小时 一天去两个小时 他申请的是什么样的 长照2.0的服务 我是说他应该戏目很多嘛 比如说他是平日的 平日的 就是陪伴 陪伴 清洁 买饭给他吃这样 所以是他的家人帮他申请 还是说他自己 所以患者本人也是可以自己申请嘛 对不对 对但是他是小儿麻痹症才18岁 18岁小儿麻痹症 对 可是他没有家 他自己住吗 还是说 他是跟父母亲住 他跟父母亲住 他爸爸好像是在打联工 他妈妈就突然就生病 突然是感应化 就是很突然的啦 就是突然就生病 就生病也没办法去照顾他 对这个是临时 卫生所就通知我们去服务的 他服务他的时候 我当时看到他好可怜 就是都没有下来 每天就是睡在床上 对 我还气就是拜他起来 帮他洗澡啊 洗澡澡 他就好高兴啊 他就说 啊姐姐你每天都帮我绑那头发 绑得好可爱哦 对 我就给他绑头发 洗澡澡就绑头发 这样推他走一走 在外面走一走啊 对 他都说他很少出去逛街 因为他不方便 他不方便 对 所以你带他去逛街啊 带他去买吃的 逛街是没有 因为他们住在 大甲大安的乡下 乡下 对 他们家就是住在 只有干嘛丁 对就是住在那个 很乡下 很乡下 真咖 真咖 那个田庄里面 那个田里面的 田里面的就是一个房子 对一个房子 就是以前的房子啊 对 然后连我们秦摩托车 那个路都好小好小啊 而且每一条路都长得一样吧 对啊 田间的路都长得一样 对对那个田间 你还找得到他家这样子 我去找了好久了 还找得到他那里 因为我去找找不到 最后他打电话 他妈妈出来带我才找得到 因为导航导到那里就没有路了 因为这没有路名吧 对因为他们很像以前那个都没有什么路名 所以说你在那边是感动他 我是因为是他那么那么可怜啊 对我觉得他好可怜 就是每天他就在等我 哎姐姐我听到你的摩托车声 就知道是你来了 他讲这样 对都一直就是 就很像都没有人去看他一样 就等到什么 我们有那个声音过去的时候 对 所以他有点像小朋友 小朋友 他就等待圣诞老公公一年来一次 类似这样的感觉 就看到你就好像就是真的每天 就是至少现在 圣诞老公公每天都会来这样子 来陪我两个小时 就他妈妈又去住院 这段时间他妈妈都去住院 对啊 他妈妈什么了 就干櫻花 对对对 临时干櫻花 对对对 他就 每天我帮他洗好澡 陪伴他 我到了两个小时我就走 就剩他一个人 要等到晚上 晚上才 六七点他爸爸才回来 然后他要一个人在继续 对一个人在那里 所以你也会觉得余心不忍 然后就多留半个小时 对对对 有时候看到他真的好可怜 自主就在家里 就是说我们正常 我们正常人应该要 好好的多做三四 对对对 可是他在家里 他有其他的娱乐 比如说看电视还是什么的吗 他就是专门就是有个平板 有一个平板 他至少还可以上网 他还可以写 对 他可以上网 可以追追追 那今天很像他没有网路 他就没有平板了 他就觉得说 我怎么办没有平板 我说我也不会用这个平板 也接不到网路给你 我不知道怎么办 那怎么办 你们两个一起 一抱在一起痛哭 他都拿 没有没有 他都拿我的手机 在我玩那只 我的手机 对我就给他玩 他就像小朋友一样 对对对 就像小朋友 所以他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出门 因为他的脚就是很小 小麻痹 没办法 他连翻身都很困难 连翻身都不行 对 所以他应该是有申请 类似什么重度残照的证明 他都有 因为他我们这个残照2.0 就是我们去服务 他们家属都不用负一分钱 所以这是政府的一个 政府的福利的 一个福利的政策这样子 对那这样子 我觉得真的也是蛮辛苦的一个工作 对那这样子想请问就是说 你这样子做这一份工作做到现在 那你可以对于就是说 如果有想要创业的打算的一些新住女朋友 你可以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想说也叫他们加入这个长照2.0吧 一起加入长照2.0 但是这个长照2.0就是 可能就是要自治创业的时候 可能要一大笔资金 因为政府对 政府他没有马上就是给我们领钱 大概要30天到60天才可以下来 对 30天到60天 所以政府是有这样的case给你 可是这个case必须要你30到60天之后 他才会博款下来 对 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要有先至少有基本的 这60天的一个基本的支出 对 不管是人事费水电什么巴巴 你说买餐的那些钱 对 是不是都要先等于就是自己要先带店 对 所以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 就跟我们每个月固定领薪水 又又感觉是不太一样 不一样 你还是要固定你固定付薪水给来工作 来这边机构工作 可是你自己要等到大概30到60天 你才请得到政府的款项 对 请得到政府的款项 对 哇 那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对啊 从事 因为我觉得这个 如果不是立即可以有盈利的这个工作 你怎么会想要去就是自己开这样的机构呢 我觉得长照2.0 很像可以帮助好多人 可以帮助好多人 因为帮助家属可以给他一个传息的服务吧 对 所以终究一句还是 你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对啊 我感觉今天介绍小官来真的就是 难怪你们会成为好朋友 因为我觉得你们就是也是都很聊得来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 不对啊 都很像姐妹一样 对对对对对 可以跨越国界 然后就成为好朋友 对啊 无聊的时候再去吃饭啊 对啊 我们也经常去吃饭啊 经常去吃饭 你们都去哪里吃啊 就开始聊开了 上一次有去海鲜啊 海鲜 大安大奖那边是海鲜餐厅 没有没有没有 它都是来台中 它都是来台中 来台中 然后去吃海鲜餐厅这样 对 那下次我们一起去吃饭 好 吃瑕疵 一起来交朋友这样子 对说真的 我觉得就是在异乡生活 真的没有那么的容易 那当然新住民来到台湾 我们应该也一起把他们当成好朋友 然后可以让他们就是 我觉得你们这样子来台湾 应该也是感受到很多台湾人的热情跟温暖吧 有啊 有啊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台湾人都是对外国人不一样 比较友善吗 对比较友善 真的哦 其实我们都很友善的 好啦 那当然就是来到异乡 也是可以尽量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好 那今天呢 也非常谢谢来自广东省连江市的 关怡萱 小关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小关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也谢谢今天我的搭档 Oka 谢谢Oka 好 拜拜 谢谢 谢谢两位 拜拜 拜拜 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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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losed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